人要小心三种麻烦 胡秋仗人为孙树敖约 人有三愿 子知之乎 孙树敖约何谓也 对约 绝高者人度之 官大者主物之 路后者 愿逮之孙树敖约 无觉亦高 无智亦想 无官亦大 无心亦小 无路亦厚 五十亿薄 已是免予三愿 客户 列子 胡秋是个地名 仗人是指老先生 也许是道家古代高人 所以本身不留名字 胡秋仗人警告 楚国名宰相孙树敖 有三种事可以招致怨恨 将来年轻同学出去做事 乃至当一个家长 那些兄弟姐妹 太太儿女或者先生 都会埋怨的 人只要一管事 所有人都会埋怨 第一愿 绝高者 人度之 一个人地位移高 任何人都嫉妒 女无美的 入宫见度 一个女人不管漂亮不漂亮 只要靠近那个最高的领导人 到了皇帝的旁边 所有宫女都嫉妒她 因为上面宠爱吗 是无闲不孝 入朝见急 知识分子 不管你有没有学问 突然同学里头有一位当了部长 一下入阁了 你们同学一边恭维她 一边心里不服气 你算什么东西啊 我还不晓得你吃几碗干饭了 嫉妒是必然的 有些知识分子学问好了 怕出来做事 不敢过于信任自己 非常慎重 因为一个错误办法下去 危害社会久远 受害的人很多 看通了 做学问是为自己去做饮食 有些领导懂这个道理 故意把社会仇恨调起来 方便自己领导 第二愿 官大者 主物职 官座大了要非常小心 地位高 出将入相 所谓功高就镇主 老板会怀疑你 会害怕你 这是人生经验 不是年轻人所能够想象的 第三愿 路后者 愿逮之 待遇高了 担任了重要主体的事 只要有一点错误 大家都怪领导错 不会怪自己 这个很简单嘛 目标高 要打把 一定往最高处打 所以地位到了最高处 一点都不好玩 不要说地位 像我们年纪大了 稍稍有一点知名度 走一步路都要小心 如果在地上打个滚啊 明天报纸都给登出来了 人生到此真不好玩 孙叔敖的答复是 无觉亦高 无知亦想 无关亦大 无心亦小 无路亦厚 无事亦薄 学位越高 我越谦虚 越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别人更尊重 关越来越大 我也越来越小心 没有一点傲慢 薪水越拿越多 拿来的薪水 帮助社会贫穷的人 帮助亲戚朋友也越多 所以他说这三件事 跟自己都没有关系 我还是我是个平民老百姓 这三种愿都到不了我身上 此所以孙叔敖在历史上 成一个名相 不但是名相 也是名臣 同时更是国家的良臣 大臣 了不起的人物 历史上很多名臣 不一定是良臣 不一定是大臣 至于奸臣之类那谈都不要谈了 孙叔敖还有一件更了不起的事 他在楚国功劳之大 那可不得了 可是他死后 家人生活很困难 燕子 诸葛亮也是这样 这一般历史上所谓名臣 大臣 死后有些人连棺材都没有 而在世时那个威权 一只手就可以把太阳遮住 这是大国文化 历史上这样了不起的人很多 年轻人要注意 孙叔熬死的时候 家里没有财产 但是他还吩咐儿子 楚王对我非常感激 每次想封我 我始终不要 等我死了以后 楚王一定怀念我 小的我不肯接受 一定要封你 你可以接受 不过我嘱咐你 好的黄金地段千万不能要 你只问他讨一个坏地方 有一个荒凉的小山坡 很大 平常闲在那里没有用 谁都看不起 没有人要 地名也不好 叫做秦秋 就是做坟墓之地 你要了这个地方 后代子孙才可以永远保留 这就是道家的思想 人之所弃我取之 别人要的 赶快嚷 孙叔熬一死 楚王果然要以最好的地方 封他儿子 他的儿子也很高明 推辞了 其实历史上还有一段内幕 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话 人在人情在 人死就两丢开 孙叔熬死后 楚王也忘掉他的儿子了 因此有一个幽梦一贯的故事 唱戏的幽梦看到孙叔熬的儿子 那么可怜 楚王忘记了孙叔熬的功劳 就演话剧 扮孙叔熬给楚王看 楚王一看就想起来了 然后这个戏子在台上讲 做人不要做孙叔熬 对国家那么大的功劳 死了儿子在那里挨过 楚王一听难过了 把他儿子找来 封很好的递给他 那么这个儿子照爸爸的意思 要了那个最坏的地方 楚王当然答应了 孙叔熬的子孙 后来永远保有这个坏地方 所以吃亏就是占便宜 千万不要占眼前的便宜 年轻人做人也好 讲话也好 不要只顾眼前 要看结论 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的 都是人生的结论 符王不看得太好了 所以在废话也保证了